按照任期,叶利钦还有一年的时间。 但在1999年最后一天,任期未到时,叶利钦宣布辞职,并推举普京为总统接班人。 说白了,这是叶利钦的私心。 他早就为怎么离开总统而做工作,结果也很满意。 体面退休,得以保全。 当年霸气的叶利钦,大庭广众之下,指手画脚羞辱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后期,国内政局非常混乱。 换总理像换衣服一样频繁,经济上死气沉沉。 百姓生活水平越来越低,车尘动乱搞得人心惶惶。 叶利钦对此一筹莫展。 他在执政期还被几次弹劾,包括他的家族腐败行为。 参与洗钱、犯罪等事件的曝光。 到了明年大选,自己肯定会被赶下台。 到时不但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很有可能被清算。 晚节不保。 1996年总统大选时,叶利钦摇起来了。 所以他需要在最后的任期时,选定一个接班人。 这个人既符合俄罗斯人利益,又能干享有威望,还能帮助到自己的人。 普京就这样幸运地脱颖而出。 叶利钦的头脑非常清楚。 百姓选上位的跟自己扶上位的。 兴致有天壤之别。 如果等到明年大选。 各方势力有足够的时候做准备。 到时普京选不上一切都落空。 如果能在大选之前,就敲定普京的权位。 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和谈判的机会。 图为2001年。 普京与叶利钦。 扶普京到上总理后。 普京幸不辱命。 全利钦脚车臣。 赢得胜利。 在外交上的强硬捍卫俄罗斯主权。 在经济上几个大动作,扭转了些局势。 在99年12月份的民意调查中。 普京的支援率,已经超过了50%。 如果趁住普京,一片大好行事时。 把他扶上位。 这小子还不感激的替泪交零。 因为俄罗斯律法规定。 如果总统中途辞职。 按时的大选将提前。 在总统辞职的90天内举行。 为了夜长梦多。 在普京正丹红时。 一口气将其扶正。 叶利钦辞职后。 全家获得了政治庇护。 图为叶利钦全家福。 最后。 叶利钦大方的发表辞职解说。 无条件地把权力交给了普京。 叶利钦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顺利辞职。 普京也答应了他的条件。 上任第一件事就签署了关于对停止行使全权的俄罗斯总统及其家人提供法律保障的命令。 这就意味着叶利钦和家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普京特施了。 后来西方曝光了大量叶利钦家族的雷雷罪行。 但都相安无事。 就是因为普京是他们的保护伞。 2007年,叶利钦去世。 普京为他举行国葬。